彭于燕的故事告诉你 自律的人有多可怕 拍翻滚吧阿信时 彭于燕每天训练12个小时 练了6个月 吃了8个月的水煮蛋 最终体质练到6% 拍激战时 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密集训练 每天训练8到9个小时 每拍一部电影 GET一个新技能 拍破风时 超过导演的训练要求 考下了场地专业赛车手证 拍湄公和行动时 他学会了泰语 缅电语和射击 还参加了泰国皇家御用保安的特训 彭于燕说 我就是没有才华 所以才用命凭 我不怕苦 就是怕学不到东西 五句口诀 一 穷者势力以利切入 穷人往往比较喜欢关注利益 直接跟他们说有啥好处 二 弱者势尊以谦切入 越是弱者 自尊心还是比较强的 跟他们讲话呢 要谦和一些 多给一些尊重 三 强者势强 以势切入 特别强势的人 喜欢直来直往 和他们沟通 一定要干脆 直接说事 别吹捧 别绕弯子 四 持者势息 以简切入 对那种比较笨的人 要降低自己的标准 按照他们的理解和思考来沟通 五 碎者势捧 以理切入 上了碎数的人 你一定要多听听他们讲以前的故事 然后痴迷的说 您太厉害了 多捧一下他们 他们会很开心 四个方法提高你的口才 一 每天读篇文章 找出最有感觉的一段话 针对这段话反复的去练习 二 每天花15分钟训练你的气息 边跑边大声讲话或者朗读 三 录制自己的朗读视频 针对视频找出不足 有助于提高你的语气和气场 四 把学到的东西找机会输出出去 跟别人表达和描述的过程 有利于提高你的语言表达能力 记住这四个字 创业路上 助你一笔之力 第一个字是整 你能整合多少资源 多少渠道 就会拥有多少财富 第二个字是借 造船过河 不如借船过河 去世无法阻挡 要学会借世 第三个字是学 古人云 富不学 富不长 穷不学 穷不尽 赢在学习 生在改变 第四个字是变 想要改变口袋 先要改变脑袋 社会一直在淘汰有学理的人 但不会淘汰有学习能力 愿意改变的人 耶鲁大学的心态理念 一 要无条件自信 即使在做错的时候 二 不要想太多 定时清除消极思想 三 学会忘记痛苦 为阳光记忆腾出空间 四 敢于尝试 敢于丢脸 五 每天都是新的 烦恼痛苦不过夜 六 面对别人的优秀时 发自内心的赞美 七 做人最高境界 不是一位低调 也不是一位张扬 而是始终如一的 不卑不亢 随有多见 命就有多见 一 知人不必严禁 留些口德 二 责人不必磕禁 留些度量 三 锋芒不必路径 留些收敛 四 有功不必妖禁 留些谦让 五 德理不必征禁 留些宽容 做销售 记住这十句口诀 一 深刻卖的是礼貌 二 熟刻卖的是热情 三 即刻卖的是效率 四 慢刻卖的是耐心 五 有钱卖的是尊贵 六 没钱卖的是实惠 七 时髦卖的是时尚 八 挑剔卖的是细节 九 犹豫卖的是保障 十 随和卖的是认同 二